由唐碧雲道和高超度交界這幅人工斜坡經過綠化 因應政府開闢土地供應的政策 將會興建兩棟25層高的資助房屋 據政府提交給觀唐區議會的文件 這裏可以平整為約7000平方米的地盤 但有工程師指 斜坡的坡度有50至60度 要平整到適合起樓 工程比較複雜 將它可以將泥土削平一個平台來起樓 如果全部是泥土可以用挖泥機做到的時間會短 但如果一進去已經是岩石 如果可以用爆破工程當然會快 但如果附近民居太多太密集 爆破工程未必是那麼安全 用其他工程去開石 就比較上時間又會長一些 工程師有說 在斜坡上面建樓 斜坡的維修保養是十分之重要 不過如果斜坡本身是不穩定的話 所需的加股工程的費用 也會較昂貴 有關注房屋政策的組織認同 香港以平整的土地有限 無可避免要找斜坡地來起樓 但工程需時長 想應付即時的房屋需要 政府應該從現有的資源入手 十多二十年都放在這裏 沒動過 但這些土地是有爭論的 或者預留將來建一些學生宿舍 建一些醫院的病房 但我覺得這些土地可不可以建一些改良版的中轉房屋 都可以給一些 現在整個擺教房的劏房 有些居住環境惡劣的 甚至有危險性的 其實油塘這幅斜坡 原本滑入了分區計劃大綱 作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 即GIC用地 興建分區診所 但因為區內人口未達到規劃所需的十萬人 遲遲都未動工 現在轉作住宅用途 原先的診所會令外撥新地皮興建 有區議員希望 趁新政策可以加快診所落成 但必須同時提升 觀塘整體的交通 以及社區配套規模 按現時油塘的人口 基本上是百萬 我們期望就著一個發展 都能夠令到社區有增值 希望藉著這個發展 都可以有一個分科診所落實 觀塘區是不斷有房屋發展 其實在較早前的規劃 是滿足當時的情況 其實接下來我們看到五年、十年 其實還有很多新發展落成 包括安達神 包括三塞 包括油塘那個油塘灣發展 他希望當局這次能夠多些 吸入地區意見 因應長遠需求 定出周長的規劃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梁浩賢報導